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。 最近,全球首富馬斯克旗下的太空公司SpaceX就表示, 供應給烏克蘭的星鏈太過消遣, 除非五角大廈願意資助, 如果不是,恐怕會停止運作。 不過,有烏克蘭的募捐者質疑為何與歐盟國家實一樣的錢, 烏克蘭用的星鏈就會被人特別關注呢? 而根據美國CNN的報導, SpaceX上個月發了一封信件被五角大廈預告, 可能無辦法繼續負擔烏克蘭的星鏈服務開支, 要求五角大廈接手, 讓烏克蘭政府和部隊可以繼續使用。 而根據SpaceX表示, 去到今年年底所需要的資金或超過1.2億美元, 明年全年的花費可能接近4億美元。 而烏克蘭軍事慈善基金的創辦人也在Twitter上發文, 他就解釋了, 星鏈是烏克蘭的使用情況。 他就指出, 星鏈是真正的戰場遊戲規則改變者, 尤其是無辦法使用無線電的長距離通訊環境, 是非常之適合的。 他亦指出, 他目前就無看到任何由烏克蘭政府購買或是SpaceX所捐贈的星鏈, 而大多數亦都是由無捐者或是士兵自己暗號碼買的, 而他自己就表示已經是買了五十幾個星鏈, 亦都交給前線士兵使用。 不過他亦提到, 由SpaceX所買的星鏈價格, 跟歐盟其他國家是相同的, 大約是400至500美元, 每個月支付的就是600美元的月費都是一樣的。 但爲何馬斯克聲稱無辦法, 之乎在烏克蘭的星鏈開支呢? 這個推文亦都是最後提到, 爲何烏克蘭在使用星鏈上對他來講咁特別呢? 而其實之前馬斯克亦都是愈出驚人, 他之前提出了一個叫俄烏的和平計劃, 包括在聯合國監督之下, 就再次在俄羅斯佔領烏克蘭的領土, 就進行一個公投, 和承認2014年被俄羅斯所吞併的克里米亞半島主權, 亦都是要確保克里米亞的供水是可以照正常移烏克蘭, 亦都是要保持中立, 而馬斯克所提出的這個構想, 亦都是受到烏克蘭的總統朱倫斯基和其他烏克蘭官員的強烈反對, 而即將卸任的烏克蘭駐德國大使更加直接講粗口去罵馬斯克, 而之後亦都是發生了這個星鏈無法再免費支付的這部份服務, 亦都是要求五角大樓接手他資助, 那其實這件事完完全全, 我自己看, 就好像是被人罵完之後, 不服氣就咳嗽了他, 而這位罵完馬斯克的官員, 他亦都是出了個帖文就咳嗽這個星鏈無法提供免費服務, 他表示是由他講完那個粗口罵他之後, 就先發生的, 那結果馬斯克直接在這個帖文下面回應, 就說我又聽他建議先這樣去做了。 而其實這一單事, 斯基在上個月就已經是寫了信去五角大樓那裏, 而馬斯克所提出的和平計劃就是在十月頭所發生的, 所以兩單事, 按道理來說應該就沒有一個很直接的關係來的, 都有可能那邊燒錢燒了一段時間, 現在就是想美國政府接手去埋單。 同時亦都有一些網友認為, 馬斯克就不是在做慈善的, 亦都是需要盈利才可以維持到星鏈的運作。 今集的內容同大家睇到這裏先啦, 大家對這個新聞有些什麼看法呢? 下邊留個言啦, 我們下集再見啦,拜拜!